Hello大家好,又到了跟大家聊肖邦的时候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肖邦·马足卡 Opus 17的第二首 它是一个小调,异小调 然后它跟其他的马足卡的曲式是一样的 其实马足卡的曲式有点像Skerzo,也就是斜血曲 它的前面会重复比较多次 中间有一个三声中部一样的副调音乐 又像合唱一样的东西 然后它会再反复一遍它开头的这个素材 那么今天这个曲子呢,非常的沙龙,非常的好听 很适合级别浅的,以及想尝试肖邦人初学肖邦的来学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右手线条比较简洁 它没有说是有双音啊,这些大跳啊,这些没有 然后左手的和声呢,配的呢,非常像流行乐 这也是非常先进的一点啊,在那个时候能配出现在的这种流行乐的味道 但是它又结合了一些舞蹈的风格 那么这首曲子究竟是怎么样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么我为什么说肖邦的这首有一点像流行曲呢? 大家先来听一下它的前四个小节 这前四个小节,是不是听起来非常有流行曲的一个味道呢? 那么为什么它充斥着这种沙龙流行曲的味道? 为什么它写的在那个年代就写的如此的好听 这种沙龙流行曲呢?就源于它左手的和声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五度圈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五度圈就是流行曲里面特别常用的 正好回到了主调上面 不信我来给你示范一个记性版 我们就随便配合选里 它是可以无限磨进的 比如说 这是一组 我也可以再继续配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万能公式 如果你想学初步的记性伴奏 那这个五度圈你可以拿去用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正式的讲这首曲子 首先呢 还是一贯的Mazuka的这个弹性节奏 一二三一二三一 三到一呢往往要求不留痕迹的到正拍上 这才是最正就是正统的 也就是说 最正确的演奏方法吧 让听众听着也舒服 你的演奏的诠释呢也是比较对的 比如说 就是一口气来 这个C下面转一直 然后这里色彩稍微暗一点 还有那种古代宫廷上面 每次常常知道 我就觉得其实像那个古代宫廷 就是贵妇穿那个蓬蓬裙上面那种 暗金色的那个 就是移动的那个颜色啊 就那个金线的颜色 就暗暗的 又充满着 它又被香薰过 又充满着一种非常宫廷复古 elegant 优雅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演奏句不是 不要往上走 是 听到我这有一个小小的转换吗 因为肖邦在第十小节写了一个键入 所以是 键入 这个音是最低的 从这个音拐回去 一定要记住肖邦的这个装饰音的 它不是 它不对这个正牌 它是对装饰音 跟左手一起对下去 记住往下走 不要停 这个 是有三种 三种不同的 一种是二连音的 大大 这样 它是我总是会画一个这样的符号在那里 它表示大大 它不是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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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这样子 它是有点这种法国人说话 它这个含在嘴里就是 它是有点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全部扮演 是这样下来 然后就是中段又是跳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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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声的转变 这里要控一下 因为它你不知道后面是什么 而且它是控开的 中间有断的 这晴朗一点 下去 往前推一点 但是最后三个音一定要拉住 就像是到悬崖边 然后最后三个音要给一下 这里突破压大 这里压大 跟刚我们讲的那个二连音大了 是一样的压大 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结尾的一点 就是它虽然写着键慢 但是你在 最后一小节 要回到你的元素 in tempo 再做这一个 因为它是 是半音接下线 你在前面做完rebuttal之后 后面就不能一直做rebuttal 听出来了吧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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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回元素的 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首曲子呢 就先讲到这里吧 大家可以多去试一下它这个 这个在任何调里面都适用 比如说你是从一小调开始回到小调 那么你也可以从这个聚小 所有任何调 从你的一级往下五 一五 然后这样顺序的推下去 再回到一 都可以完成一个 就是说记性上面的一个流行曲风的一个 这样的作品的创作 大家可以多去试一下哦 期待您的作品 那么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儿吧 拜拜